由商品文化基金會發起的煙燥月頭價位 目的就是要鼓勵大家來看 在這個價位 早出國政頭可以配合的商店會才是農到 在店內設立一個設計 提供給客人來找看 目前觀念館有賣賣 賣了台西山的地方都有加熱 民眾不用去吃飯的設店 在家附近就這麼豐富的設施好看 現在的人電台看電視用手機 現在會看到人越來越少 新品文化的輸出金會 發起一個延續的外套價位 走出各個政頭來 可以配合的商店或農場 高雷的老闆加利 而且在店內設立一個設讀 將設計的上面讓客人來看 成品基金會他們有一個沿線閱讀的計畫 可以增加小孩子讀到的書 會有更多元化 有兩種集點的方式 一個就是買麵包或蛋糕可以集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小孩子自己寫心得單 他只要寫十五個字以上 六張就可以換一本書 讓小孩子有一個自動自發的習慣 讓他們以後作文啊 或是在應對方面都是很可以很順暢 保證君裡面有自己的包裹 還有好位置 未聊鄉 台西鄉這三個地方 自己的這些店 可能就在你的家家附近 裡面的設計什麼年會都可以看 就出來鼓勵大家作為看 我們目前呢就是胡偉台西跟麥寮呢 都有各自的書櫃點 沿線閱讀計畫呢 我們這裡面的書呢 都是透過成品文化藝術基金會 他這個閱讀分享計畫申請來的 我們很希望說可以讓所有的大人啊 小孩啊都可以找到自己會有興趣的書籍 好像我們月光夏這邊借環書有三次的紀錄的話 我們這邊就會送一張月光夏自己做的書籤 在四月的那七號到五月的那一號 新品文化藝術基金會一種行動特殊車 開到賣了就更加優先農場 那是有興趣的人可以來看看 借了這本書 您非常的喜歡回饋一則心得 或是幾段畫回饋給我們 那一本書呢 你就可以收藏 我們在4月27號到5月10號這兩個禮拜內 是成品的行動圖書車 會來到月光夏友善農場這邊 也很歡迎大家來這邊借看書 就來這個各位來鼓勵 地方的小朋友大人和中部 一起來看菜 一本菜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讓看菜和生活作結合 提醒大家的真心生活 記者庭貴族 蔡宏寶島